大家好,歡迎來到日更頻道,今早政府公佈了消息說可以免隔離去珠海,只要有48小時核酸證明就可以了,今次條件其實鬆了很多,連打針要求都不用,根據珠海通報,高峰險崗位人群暫時不可以入珠海,應變協調中心表示, 上水人群分為三類,一個是直接接觸來自高風險地區及國家人員,未經消毒貨物的客貨倉人員,例如進入未經消毒的客機工作人員, 第二是集中隔離醫學觀察酒店,收治新冠肺炎患者設施,需要與醫學觀察人員、環境樣本分泌物等接觸的人員, 第三是修治患者醫療機構接觸患者,還有一個樣本分泌物人員,即是公共衛生中心工作人員, 當局已通過上述人員管理實體,通知了相關人士暫時不可以入境珠海安排, 如無ін收到通知的既不屬於這三類人士,另外亦有 truly Supreme染群、 珠澳放寬通關接種疫苗的問題,山頂醫療的醫務主任說, 政府當局與珠海不斷探討 包括是否可以延長已經打了疫苗人士通關核檢有效期, 有關消息之後再公佈。 衛生局傳染病防製機疾病監察部協調員說, 隨著明天珠澳通關, 預計今日同明天有大量人士做核酸檢測, 強調要確保澳門核酸檢測傳染陰性, 才可以順利落實明天寬關的措施, 如果出現陽性個案就會中斷。 上面這個應該是大家最關心的消息, 如果是這段時間再有確診出現, 就會即時中斷放關通關措施如上次那樣, 其實都是好合理的, 但是有三類不在今次放關通關安排裏面, 主要都是高風險地區人士, 和那些隔離酒店又或者是跟相關患者有接觸過的人就不在範圍裏面, 現在這樣通通其實都真是好事來的, 因為滯留在澳門的人都真是幾辛苦, 還有部分留在澳門的跨境學童, 現在開關關, 只要不再出現確診的話, 我相信未來澳門11月局經濟應該會慢慢恢復, 再加上10月尾可能有大賽車, 希望之後都不再有新確診出現, 因為這樣停工封關都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來的, 今集內容就睇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就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